我現在要來享受 肉水飯店非常奢侈的 玫瑰溫泉 應該是我這輩子泡過最奢侈的溫泉 因為它不是玫瑰的花瓣 它是一整朵新鮮的玫瑰 我現在要來享受 肉水飯店非常奢侈的玫瑰溫泉 好酷喔 很吃的齒吧 好我現在在泡的這個溫泉 應該是我出這個外景路來 我泡過最過分的溫泉 為什麼說它過分呢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洗過玫瑰花瓣澡 或是泡過玫瑰花瓣溫泉 或是泡過玫瑰花瓣的湯吧 但是這個在落水飯店的這個 算是溫泉 它是非常的奢侈 因為它是有400朵的新鮮的玫瑰粉 不是玫瑰花瓣 而且你要什麼顏色的玫瑰它都有 然後就把它放在這個溫泉品裡面 總共有400朵 我覺得就算不管你喜不喜歡玫瑰 你泡到這個池子裡面來 你都會很想要來一杯玫瑰花瓣 因為新年很浪漫的食物 而且會少女星大分發 我覺得這就是新鮮玫瑰的味道 在泡的時候就是天然的感覺喔 很棒 泡在玫瑰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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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要建議大家說 其實你來保總市可以跟幾個姐妹來玩 因為保總這邊有音樂學校嘛 然後有保總歌劇啊 所以在這個城市裡面 你可以跟大阪跟關係 獲得一種不一樣 比較慢的步調 它可能逛街的地方沒那麼多 但是你會覺得你在這邊可以很RELAX 聽說保總市這邊的市長也是女生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為了女生而設計 來到這邊你會覺得女生是VIP 大家都很喜歡泡溫泉 很多飯店會為了女生設計 女生特別版的溫泉 這是男生沒有的喔 所以只有在女生的露天溫泉 你可以看得到是新鮮的玫瑰 有400朵新鮮玫瑰丟在溫泉池裡面 讓你可以好好的享受 看出去的view都非常的好 但是男生看出去就是沒有街景 沒有街道沒有view 就是關在一間小小的城市裡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覺得說 女生真的很適合來保總這個地方 好好的玩一玩體驗一下 不要跟男生說 只跟LTV的觀眾朋友說 然後女性呢真的推薦來保總 因為你在這邊你可以很優雅很悠閒 也可以過得很時尚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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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有一個人的